大家好,我是陆建,加拿成陆 加拿大大温哥华地区前1%金牌房产经济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大温哥华房产局最新公布的2018年5月份大温房市数据 2018年5月的所有类别住宅的总销量为2833户 相比2017年5月的4364户同比减少了35.1% 5月份的销量低于过去10年间5月份的平均销量19.3% 大温房产局主席说道 与近年相比,现在的房屋销售量减少了 房屋的挂牌库存数量上升了 大温哥华地区房屋供应量已经上升到过去两年来的最高水平 但供应依然低于我们的长期历史平均 独立屋在2018年5月的销量为926套 比去年同期减少40.2% 独立屋的基准价格为160万08千 比去年同期增加2.4% 公寓在2018年5月的销量为1431套 比去年同期减少29.3% 公寓的基准价格为70万1千7百 比去年同期增长20.2% 联牌屋在2018年5月的销量为476套 比去年同期减少39.8% 联牌屋的基准价格为80万5950500 比去年同期增长16% 我们接下来可以看一下 大温地区过去五年的价格走势 从五年的价格走势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独立屋的价格现在已经持平并继续走缓 而公寓的价格也已经达到了高位 并已经开始逐渐走缓 联牌屋的价格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 六月份之后 我们会对今年的房价总体走势 会有一个更清晰的了解 最后想了解大温哥华地区每个城市房市信息 请电话604-868-9920 或电邮 最后请不要忘记点击订阅哦